诶,对了,诚哥,你能不能不要叫我老婆呀 这多不好意思呀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能叫你老婆呀 你看我们两个又还没有结婚 没结婚就不能叫老婆了呀 诚哥,你就不要再叫了嘛,我觉得不好意思 特别是人多的时候,你叫我老婆多尴尬呀 你看,这不是没人吗 那没人的时候,叫你老婆不尴尬吧 但是你现在,你叫顺口了 你在人多的地方叫我的话 那我就很不好意思,我本来脸皮就薄,对不对 哦,我知道了,姬姬,你是想结婚 你看,按照你这种逻辑来说的话 那咱们两个结婚了,是不是又可以叫你老婆了 那结婚了,以后才叫,你现在叫就有点不太 那要不这样子吧 咱们赶快抓紧时间,把婚结了 这样子的话,我就好叫你老婆了嘛 你看现在反正我改口我也改不了了 要么我就一直叫你老婆 要么我们就赶紧结婚 你看 你看,你真的是,你继续叫我姨姨吧 到时候那改口什么呢,那结婚以后再说嘛 还有就是结婚也不着急,对不对 你看,我们才在一起多久,那结婚太少了 急啊,怎么不着急啊 都崩散了人了,还不着急 不仅我急,我家里面的人急 全天下的人都为我们着急呢 谁说不着急啊,只有你不急 诚哥,你这么说,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走吧,老婆 咱们你看,天也快黑了,是不是 那我们赶紧上去吧 要不然一会儿真的像你说的一样 山话都受不了了 那我就成千古罪人了 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那你不要叫我老婆了,走吧 好吧 小心点啊,老婆 哎呀,你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你再来不及了